世新大學於4月9日邀請世新校友許常德 與廣電道樓小局長發表《愛情達非所問》的演講 過程中許常德以親身經歷 幫助許多同學在愛情裡解惑 今天學到的是 就是愛情 很多愛情都有 是不是他應該要有壓力 然後要如何跟另外一半相處之道 許常德曾提到 男女之間的相處要得宜 才不會造成彼此之間過度的壓力 男女關係要有能像友誼這樣子 你去救援界 就是這個人不用跟你生活在一起 可是你會把心事告訴他 然後最重要的時刻你會跟他度過 就是這樣子 我們不是救到這種感覺 我們反而把他變成很男女朋友以後 就失去這種感覺 那今天許常德老師用他的人生的看法來解讀愛 那在我們心中會勾起不同的感覺嗎 愛的人是最沒有了不起的 是我們能不能給他愛 給他一種幸福適當的感覺是最重要 就像媽媽對你嘛 你都會希望他對你有分寸一點 我知道你也很愛我 可是你那種方式很煩 你不能改 質感不能改一下嗎 你不要那麼情緒化可以嗎 你不要那麼用力愛我可以嗎 你不要什麼事都為了我可以嗎 要懂分寸 愛才會有高級的質感 我覺得他透過問與答的方式可以讓比如說害羞 不好意思的問題 透過寫紙條的方式可以問出來我覺得是一個蠻好的形式 那我覺得有學到是說因為他可以讓我們學習到打破原本舊的觀念 然後學習到比較新的思想 我覺得這是還蠻重要的事情 你不要這個年紀談戀愛就是我要跟你長久在一起不要這樣想 越這樣越不能長久在一起 而是說我們把眼前過好 我們要有那種製造浪漫的那種能力 我們有一年一次那種給對方驚奇的禮物 這些都沒有 高級在一起只是一個知識化的關係 許昌德也呼籲在愛情裡迷惘的學生應該去感受當下美好的感覺 而不是一味的想把迷惘解除掉 迷惘中的人就是要記得 因為迷惘的時候就去感受那個感覺的美好 不要想說迷惘 就一直想把迷惘解除掉 一直想要很明確得到什麼 感情雖然為學生困擾著課題 但如何面對與解決卻始終沒有絕對的答案 要享受幸福的愛情 繼續把握當下的美好 那年分寸才是愛高級的質感 記者江嘉瑜 曾超群 黃偉博 劉家耀報導